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 我给大家来一个新的 新的一本翻译的书 它是介绍美国的历史 这本书呢 叫这个 美国 所有的美国人都应该了解美国的历史 200个世界影响美国现在的国家 塑造了现在的美国 就是说它是通过200个 美国发生的历史的事件 来 阐述美国的历史 那么 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呢 就是因为我们过去 学的那个 在历史 不管是高中啊大学啊 你学历史的时候 你会发现呢 我们呢 学的这些历史 它是非常有 就是有 它是 有角度的 它是从中国人的角度 看美国的历史 那么 一件历史事件 当它发生的时候啊 每个 不同的 参与者 当他写进 这个历史的时候呢 把他这个事件 写进去的时候啊 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它是 有不同的角度 完全有时候 你会看到 不同的角度的时候 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吃惊 他们怎么会这么想呢 对吧 比如说 举个例子来说 就是说 朝鲜 朝鲜战争 那么朝鲜战争的时候的参与者呢 当然了 北朝鲜 对吧 他写的和南朝鲜的 完全不一样 和中国写进历史的也不一样 和苏联也是参战者 写的也是不一样 然后呢 跟这个 最主要的就是美国 写的也是不一样的 他们写进历史 写进他们自己的这个 学生的教科书里 写的完全不一样 我曾经看过 一篇文章 就专门讲这个事 他就讲他怎么讲的 他们怎么写的 每个国家都怎么写的 非常的不一样 你会非常吃惊 哇 这历史 这不同角度的人 看的真的是不一样 那么 你在不同的国家 如果你在不同的国度 你看到自己的教科书 或者是你看到自己的 这一页历史的时候呢 如果你只看一方面 你会觉得 历史就是这样的 但是你 当你看到不同的角度 哇 历史还会这样看 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 那么 这本书呢 是美国人看美国的历史 那么我们过去看的 关于美国的历史 都是我们中国人的角度 看美国的历史 所以说呢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非常有意思啊 因为很多这些事件呢 我们根本就不觉得什么了不起的事 但是在美国人认为 它是塑造了美国 非常有意思 那么咱们就开始啊 第一件事呢 就是船长Erikson 他呢 发现北美 他说这个时间呢 这个事件的时间 大约在发生在公元一千年 那么在公元一千年的时候呢 我们中国是在北宋时代 所以说在北宋时代呢 就已经有人发现了 北美大陆 并不是后来大家以为的 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那么在这里讲呢 就是说北美呢 这个一千年 事件发生在一千年 那么这个人呢 他是叫 Erikson 他从哪来的呢 他是从格林兰岛 Greenland 他是一个 Captain 他是一个船长 他发现了哪呢 他发现了 他这个驾船呢 从北欧 格林兰 一直到这个 现在的加拿大 东北部有一个地方 现在的名字叫 Newfoundland 就是Newfoundland Newfoundland就是新发现的土地 就是因为这个Erikson 发现了这块 东北部这块地方 他建立了一个村庄 叫文兰 V-I-N-L-N-D 他发现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 第一次欧洲人 这个在 北美的殖民开始 他是第一个 他建立了村庄在那 早在一千年 一千年 中国北宋的时候 然后呢 这个书就开始讲了 他的细节啊 他讲了 他说在 远在呢 欧洲人呢 他们认为 他们发现北美 就是他指的就是 哥伦布 那么在这 在这之前呢 实际上 从西伯利亚 那个地方 中亚 已经有很 就是 已经在 大家认为 大家认为 一万年左右 一万年 以前 BC 公元一万年以前 就已经有人 陆陆续续 从这个 从这个柏林海峡 那个时候的 那个时候的柏林海峡呢 还是连在一起的 不是像现在变成 陷下去了 因为他说 他说呢 这书上说呢 他说后来呢 因为这个水啊 这个冰川的融化 然后水再往上涨 所以说把这个柏林海峡呢 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窄的一个 一个陆地呢 把它给淹了 在那之前呢 已经中亚人 已经从那海峡过来了 这些人呢 他说这些人呢 分布了 遍布了两个 continent 就是这个大 这个州 就是他所谓 这个州就是 北美洲和南美洲 这些人一直走啊 有的人 当时这些人 他说这些人呢 跟这个猛 猛马像 Slaing猛马像 就是在杀这个猛马像 猛马像还知道 对吧 就是那个像 大象一样 那个鼻子特别长 还卷起来 那个东西 那个时候还有这个东西 他跟他们做斗争 然后呢 一直 把这个 这些中亚人 一直把文化推到 整个北美 然后南美 他们建立了 好多不同的文化 那北面呢 就是咱们现在 所知道的 这个Eskimo 就是埃斯基默人 还有印加人 还有玛雅人 这些文化 在中美洲 南美洲 都建立了 好多的文化 这些人呢 这些人就是 后来欧洲人 后来就是 所谓后来 就是哥伦布 后来 哥伦布叫他们 叫印第安人 就是这些人 那么最早的这些欧洲人呢 他们 在这个 他就讲这人的名字了 这个人最早的时候是 在 Erikson之前 还有人 在公元986年的时候 就有人 已经先 来到 这个北美洲 当他来到北美洲的时候呢 他是第一眼看到 北美洲的人 这些人 那么这些人 他们看到了以后呢 最早这些人 也是从格林兰来的人 他们并没有做任何事情 他们没有上这个陆地 他只是眼睛看到了这个陆地 然后他们就回去了 然后呢 A decade later 就是十年 十几年以后呢 Erikson 就是后来咱们讲 就是真正的踏入 北美地的人 第一个人 是Erikson Erikson呢 他呢 在那儿呢 待了一个冬天 但是这个冬天呢 非常非常的严酷 那么在这儿呢 在村 村田 他在冬天之前 他在那儿 他发现 这有好多好多的 他发现了这个地方 就是现在的这个 加拿大 纽芬兰这个地方 他说这个地方 有好多好多的 葡萄和 berries 就是这些各种各样的 梅啊 梅子啊 就是这种 他有的是这个东西 他在这儿一直 待了一冬天 到春天的时候 他就回去了 回去了几年以后呢 就又一个 另一个格林兰的人 Greenlander 又到了这个地方来了 格林兰的这些人呢 到这个 这儿来呢 是比较方便的 他可能是 顺风顺水 那个地方 那么 他又到了 纽芬兰这个地方来 另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呢 有人说 他是 他是Eriksson的弟弟 他有人是这么说的 然后呢 他的兄弟 他的兄弟 然后呢 他到这儿来以后呢 他跟当地的 就跟这个 当地的印第安人 就交火 Eskimo Iskimo人 就交上火了 跟他们 他们对他 非常非常的不 就是不友好嘛 他要占他的地 当然他不会友好了 对吧 那么他们就打起来了 那么这些人呢 当时呢 欧洲这些人呢 他们叫 印第安人叫什么 叫Dorffs 叫他们小人 他们各长的矮 当然了 他们和北欧的人 比他们个儿要矮 对吧 所以说 这些呢 最后 最后他跟当地的人 这些当地的人 就把这个人 就给杀了 这个人没有回到 家乡 他就被杀了 被杀了以后 他就死掉了以后呢 接着 就是因为他被杀了以后呢 就让更多的人 想来的人呢 就 他们就受到挫折了 这些人就 从此以后呢 他们就停止了 往这边来 然后呢 他就讲这个呢 他就说 就是欧洲人 和 艾斯基默人 都没有想到 这一次 他们的群列 就是说 这个北欧的人 欧洲人去群列 这个北美洲呢 这不是 第一次 都没有想到 这不是第一次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后来呢 又有人来了 下一次来的就是 哥伦布了 这一次呢 就是 北欧人 那么我们学历史的时候 就是说 说哥伦布是第一个 发现新大陆的 我过去曾经看过 就有 有好多文章就说 说哥伦布不是第一个 发现美洲大陆的 但他没有具体讲什么东西 就是我看这本书 是才明白 哦 当时这个 确实不是 有更早的人发现 发现的这个 从这个 加拿大的 Newfoundland 是这个 格林兰岛的人 最早发现的 他的名字叫 Eric Six 好了 第一个事件呢 咱们就讲到这 然后呢 咱们就讲下一个 好的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 you 谢谢观看